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比赛中展现最好的一面 同时也笑颜自己的广东话进步不少 希望以后可以接到更多的工作 这一年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在练习我的广东话 然后希望可以广东话好一点 然后接到多一点的工作 三位学生嘉丽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对获奖有信心 也表明了自己参加竞选的初衷 我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向世界展示的舞台上 和来自各国的嘉丽们一起相互交流 可以分享经验 这样的话我可以带回去菲律宾 为伸扬这个中华文化也能够做贡献 我就觉得我们人生的每一段 就一定要有一点成就 所以我就在我21岁之前来参加比赛了 问道在比赛中最紧张的是哪一个环节 他们坦诚回应说 那对泳装的环节会不会有点害怕紧张的 那是肯定有的我觉得 就我个人来说 嗯 我也是 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克服 对对对 对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 这一代年轻人的榜样我觉得 我们下期再见